说起杜双华这个名字 也许很多人并不熟悉 可是提起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上亿元的日照钢铁控股集团 我想大家都会记忆犹新 此举让杜双华和日照钢铁一夜成名 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日照集团当时捐款的场面 不过那次出场的人并不是杜双华 而是他集团的副总 可就是这样一个低调的百亿的富豪 如今却官司缠身 因为他的妻子宋亚红将他告上了法庭 原因就是自己莫名其妙的和杜双华解除了婚姻关系 2010年10月就在宋亚红到海淀法院起诉与杜双华离婚的一个月后 他接到了法院打来的电话 说的你们01年就离婚了 你一年厉害你干嘛还要告人家 宋亚红本来是想到法院起诉和丈夫杜双华离婚 可2001年的离婚判决书却让宋亚红彻底傻了眼 为什么离婚自己却不知情 为什么十年前的判决他直到现在才知道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很快两个人相爱了 1988年1月宋亚红与杜双华领证结婚 当年8月生下长子杜秋龙 我们的感情相当好 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工作也特别忙你知道吗 我们俩一起干事业一起打拼 那个时候两个人已经离开了首钢选择自己创业 在北京城南创立了新华福利亚钢厂 我们在那租了一个车间 进了一台就是很旧的二手设备 干那个钢窗 前代的窗户都是塑料的 以前我们是干的钢窗 那个时候自己干企业很少 所以那个时候销路也很好销 你不用去说的 现在我做销售我推销我的产品 虽然工作起早贪黑 但是那段时光对于宋亚红来说 却是他最宝贵的记忆 第一年就几十万块钱 在92年的时候 又发展一个地方叫河北三河 在那边又建立一个厂 上了几条生产线 由于原先的小车间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所以杜双华回到祖基地河北衡水 创办精华制馆厂 而那时为照顾年幼的长子宋亚红留在了北京 但是随着两人距离的拉远 两人之间也产生了种种矛盾和隔阂 因我常年在外做生意 尤其从1994年受聘到 衡水市精华汉管总厂工作后 因工作繁忙很少回家 对家照顾很少 夫妻之间难免生成误会 感情开始淡化 以至后来被告怀疑我感情不专 宋亚红相信了杜双华的话 在这期间宋亚红再次怀孕 可是就在离预产期还有十天的时间 家中却闯入了一个女人 虽然这件事随着二儿子的降生很快平息了 但宋亚红却彻底伤透了心 尽管宋母一再撮合两个人 但最后还是无果而终 其实这个时候 宋亚红和杜双华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 两人的沟通也因一次又一次的争吵而被迫停止 这个时候宋亚红意识到 自己要独立起来 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支撑这个家 1997年就在宋亚红为自己和孩子打拼将来的时候 杜双华却突然出现 打破了原有的生活 那时候他们的二儿子仅仅一岁多 直接就上我阿姨他们家去了 我阿姨抱着他就不给他 就说你要孩子可以 你必须得通过养 我大孩子下楼了 上来就从我手里把孩子抢走了 我11年没见到孩子 那实际上后来孩子不是由咱们来抚养吗 多数年以后 多数年以后 这件事 您说二儿子是多是这几年才才才才才和杜双华生活在一起的 对 没有后来 宋亚红说 自从二儿子被杜双华带走以后 他就丧失了见到儿子的权利 无论宋亚红用什么办法 杜双华都拒绝他与二儿子见面 没有解任何解释都没有 虽然那个时候宋亚红也已经有了自己的企业 也可以独立生活和杜双华离婚 但是想到二儿子他还是退缩了 我不敢离 我说我要真能跟他离了 我永远的见不着孩子 2008年也就是孩子被接走了第11年后 在宋亚红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下 他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二儿子 按照宋亚红的说法 之后他不止一次的和杜双华谈到协议离婚 但每次都因为争吵不欢而散 协商不成 宋亚红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解除二人的婚姻关系 于是2010年 宋亚红一直诉状将杜双华告上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鉴于河北恒水中院的离婚判决 海淀法院驳回了宋女士的诉讼 拿着手中这张2001年的判决 宋亚红迷茫了 他没有到河北恒水法庭应诉 不是他不想去应诉 而是他根本就没有收到起诉书 他甚至连开庭传票也没有见过 判决书更是闻所未闻 从杜双华起诉他离婚 并到判决生效 他都浑然不知 为了搞新真相 宋亚红对恒水法院出局的这份判决 展开了调查 这个判决书本身是漏洞百出 原告独双华 出生年月日是错误的 他是1965年的11月26号出生 这里写的是1966年 那这个人是不是我们案件当中真正的独双华 我的名字红 我是红色的红 他写的是红大的红 我这也不对 我们老大的生日也写的是不对的 判决书上 不能说是错误 只能说上面的记载 以书面 一个文书记载不符 只能这么说 第二个儿子 这里出现的名字叫杜泽隆 但杜泽隆的名字是在07年的3月才改的 2007年杜双华那意思就找我商量 说要给孩子更一下名 因为他老大叫杜丘隆 老二不能叫杜泽刚 他说我讲也可以 我说也可以 我说你想给孩子改什么名字 他说想改的叫杜泽隆 在一份北京市公安局上帝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2007年3月25号 杜泽刚的名字进行了变更 那么杜泽刚变成杜泽隆 它是07年以后的事情 结果你在01年的判决书当中就出现了 07年以后才有的名字 你让我们怎么来看 让常人怎么看 我只能判断 你这个判决书最早最早应该是07年3以后 也就是说我们改了名字以后 你才制作的 针对这个问题 杜双华的代理律师也给出了他们的解释 就像我们一样 有的人有好几个名字 但是登记的你只能登记一个 那我就不知道了 他在这儿是叫杜泽刚 小名叫刚刚 纵雅红认为 10年前杜双华以被告早已离开居住地 我找不到他为名起诉离婚 也是荒唐可笑的 他说我这人失踪了 就人间蒸发了我这人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跟他经常去他父母那儿 所以陈旭律师认为 在法院没有细致查找 仅仅凭借一名小区物业人员证实 宋雅红不知去向的证词 是不能当作找不到人的依据的 另外更让宋雅红气愤的是 在他起诉到海淀法院之前 杜双华似乎也认为自己没和他解除婚姻关系 但就注意到在02年2002年 他在唐山去办企业的时候 他自己在展桌上登记的 记载的婚姻照片仍然是已婚 08年横水是展桌上写的 他还是已婚 完了这个09年他也是已婚 明明一直在协商离婚 对方却失口否认 为此宋雅红还提供了一份 大儿子和杜双华的录音资料 就在大家为宋雅红和杜双华 是否离婚争执不下的时候 2010年10月28号 也就是横水中院的离婚判决生效 近十年之后 横水中院发布裁定 将2001年判决中的错误一一改正 六天后 该院再次裁定 原审原告杜双华 与原审被告宋雅红离婚纠纷纷 一案 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 该判决却有错误 应与再审 再审期间 终止原判决的执行 可是让宋雅红没想到的是 2011年4月6号 横水中院告知宋雅红 何一平认为 你与杜双华的婚姻关系 已由本院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 该判决已经于2001年7月28号生效 本案再审审理范围 仅限于你们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的财产纠纷 看到这 我想大家应该都看出了些端倪 如果十年前二人就已经离婚 那这十年来 丈夫的资产就全是其个人财产 如果推翻了这执判决 那么这些资产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 一旦分割起来 这将是国内财产标的额最高的离婚案 打这个官司 之所以我们纠结在01年判决有效还是无效上 这个结果的不同 对后面财产分割会有很大的不同 这就是双方 我认为是争议的最核心的地方 那么杜双华究竟拥有多少资产呢 资料显示 杜双华拥有日照钢铁百分之百的股份 而日照钢铁的企业资产 从2003年至今已经翻了十几倍 当然日照钢铁只是它庞大商业帝国的一部分 在其版图上 精华创新集团占有重要位置 这个创建于1993年5月的企业集团 夏霞 衡水 唐山 莱武 吉林 广州等精华智管公司 是河北十大民营企业之一 而这个集团正是杜双华离开北京到河北衡水创业的起点 宋雅红婚姻变淡的开始 1997年那个时候 你知道我知道有了危机以后 我就找杜双华谈过 我说要不咱俩就离婚了 离婚你也解脱我也解脱 可是那个时候的资产 我们已经达到了将近三四个亿了 我就提出过离婚 提出离婚 那我提出的要求 我跟你打拼的 你把我的股份给我 宋雅红说 虽然她很早就有过离婚的提议 但是杜双华都没有同意 他不离 他为什么不离呢 他不离那一次 就是我要是跟他离婚 他要是肯定要分财产 宋雅红介绍 在杜双华接走小儿子期间 也就是1997年到2008年 他没有再提出过离婚的要求 然而这些年间 杜双华身价陡增 2006年 杜双华的个人资产 位居胡润富豪榜的第16位 而两年之后 也就是2008年 杜双华的个人资产连番两番 以个人财富350亿 月居胡润富豪榜榜单的第二 而在这一年 见到儿子的宋雅红 再次向杜双华提起了离婚 他说我给你 就是说我给你一部分的补偿可以 他说毕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离婚 办完离婚手续后 我给你的帮助 我当时我就急了 我就指了 我说我告诉你多长话 你这么多年没给我 没给过我帮助 我说我算 我也不是照样活着吗 我说我不需要人的施舍 我咱俩现在谈的离婚 这跟帮助跟施舍 那是两回事 他在这几年和杜双华 一直有过协议离婚这个事 就是您了解是这么个情况吗 他说的这个问题 只能是他说 有我话认可吗 那咱们这方是实际上 什么情况下呢 十年前已经离婚了 能再谈离婚问题吗 那不是笑话吗 杜双华的代理律师说 杜双华一直对人慈悲为怀 根本不可能像宋女士 描述的那样如此刻薄 否则他也不会做出 如此多的慈善事业 他这最近几年 就要六个多亿 所以他这样慈悲之心 你说那他家人 曾经的朋友 他能怎么样 能寡情寡义吗 几乎这么多年 他根本就 尤其是我们老大 几乎他就没有管过 所以对于杜双华的这种行为 宋亚红表示 要为自己套个说法 2011年5月17日 宋亚红提起上诉的离婚案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 开庭当天 宋亚红的四姐和照看二儿子的阿姨 都赶到了法院 为宋亚红助阵 尽管记者在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 但直到庭审正式开始 被上诉人杜双华也没有出现 倒停的是杜双华的表哥和代理律师 他们表示杜双华因为外出有事 不能出席庭审 在庭审中 上诉方的代理律师和被上诉方 首先就横水中院出具判决书的法律效力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2001横民出自第十四号民事判决 主张双方的婚姻关系 早已由生效判决予以解除 上诉人对这份判决完全不知情 2001横民出第十四号判决 只是终止执行 并没有被撤销 显然这一判决 当下仍然是有效 同时陈旭提出判决书中的错误和遗漏信息 也是判断判决书有无法律效力的标准之一 我们认为这个2001横民出自第十道民事判决 与本案没有关系 这个宋雅宏首先说名字上 并不是本案上诉人宋雅宏的这个红 红色的红 而是红大的红 而且不但姓名有误 还没有上诉人一方的身份证号 也没有上诉人一方的出生日期 更没有双方是否夫妻这样的婚姻关系的证语 所以在上诉方看来 衡水市中级法院是无法证明该判决与宋雅宏是同一个人的 而且上诉方表示 杜双华在2001年后也并未认可自己的离婚 为了证明杜双华有权在河北当地起诉离婚 杜双华的代理律师特意向法庭出示了杜双华的赞助证 在这张赞助证中 我们看到杜双华的婚姻状态为离异 这恰恰可以证明背上诉人自己对2001年恒明出自第14号判决书 效率也是不认可的 无论你这个战争写的是什么 它都不能改变双方已经解除的婚姻关系的判决书 这才是正宗的事实 一个多小时的法庭辩论后 法庭宣布休庭 我既是公司里的工作人员 又是杜双华的表哥 那您应该对这事很清楚 您跟我们说说 就说您了解到的情况 问我们代理律师 您不是家人吗 他到底时间前离婚 家人有些隐私我也不请 人家不会跟我说这些事 那您了解到什么情况 问我们的律师 您知道他们离婚了吗 那那大张子 大张吗 有吗 看了吗 那判决书有啊 那您在什么时候看到那个判决书 什么时候呢 您您什么时候知道他离婚了呢 离婚了以后我都知道离婚了 我怎么我不知道啊 什么时候知道的 哎呀 那个判决书是什么时候 不是时间之前的吗 对不对 十年之前为他不提呢 对啊 那时候杜霜华穷 明白吗 现在杜霜华发财了 明白吗 您觉得他是因为钱 是吗 尽管记者一再追问 当年离婚的细节 但是杜霜华的代理律师 却避耳不达 他对媒体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等待法庭的公正探索 就是说您觉得现在 你单听我们一方 你单纯听他们一方 也没有一方 所以你要听 人类法院 依法做出的公正判决 才是有意义的 开庭后 记者为了了解案件最新进展 再次电话联系了杜霜华的代理律师 开完庭以后您有和杜先生交流过吗 没有 没有交流啊 为什么没有和他沟通呢 他不在 出车了 当记者再次问代理律师 对本案意见的时候 他是这样说的 杜霜华代理律师说 宋亚红说的全部是谎言 他早晚会有一天戳穿这些假话 只不过现在不便透露 记者了解到 一中院近期会对此案进行宣判 而即将在河北衡水中级法院再审的宋亚红和杜霜华离婚案 我们也将继续 无论在经济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 都可以拨打免费律师服务热线8839 3849 您将得到专业的法律 他有显赫的家世 你想我们这样的人家在清朝也是个格格 他有巨额的遗产 说过有四百多万 他遇到了一个像妈妈一样对待自己的人 出自于感情真实的一种相互之间的信任 可为何突然之间他消失不见 经济法院下期播出 熟悉的陌生人